秋天是吃肥美螃蟹的季節 可是在台東縣綠島 有一種叫做奧氏後相守蟹的陸蟹 現在是繁殖期 他們從陸地草叢要回到海邊來產卵 但是短短50公尺的馬路上 就有2000多隻被碾死 保育團體就發起護送過馬路的行動 也呼籲遊客在綠島騎機車 要小心這些陸蟹 奧氏後相守蟹 雖然還不是保育的陸蟹 可是秋天在綠島 他們為了從陸地回到海邊產卵 凡是後代 穿過馬路的時候 經常會被往來的機車壓扁 保育團體 陸殺社 為了維護他們的生存權 這個月特別發動志工 護送他們平安過馬路 發現那個短短的50公尺 再有一天就死了大概2000多隻 志工們的保護行動 先在馬路邊圍起柵欄 擋住奧氏後相守蟹過馬路 再小心翼翼的 用手把抱軟的母蟹 撿起來放進桶子裡 再送他們回到海邊 小心喔 還有蛋喔 因為交通工具太多了 所以路上到處都看到了螃蟹的屍體 所以我想能夠發起這樣護蟹的行動 也應該是這樣的緣故 綠島居民說 過去陸蟹曾經是他們的食物 但現在已經不再吃他們了 可是他們卻還是被人類的交通工具壓死 保育團體呼籲 遊客到綠島騎機車旅遊要騎慢一點 以免壓死隨時可能出現在馬路的生物 造成生態失衡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 我們請問到 由��後 谢谢大家